大家好,又是我阿蟹 又來到雜女廚房的第二集 是不是第二集呢? 隨便吧 剛剛就煮了一個地獄的甜品 下一集之前都說過 告訴大家 今集會炒飯 首先就像上集一樣 我們就要先抽些材料 這個飯一定有 就不用抽了 然後我們就抽配料1 配料1就是有雞肉、牛肉、豬肉、火腿 五餐肉等等 的肉類 就把配料1的所有配料 放進去 接著就要拉住手機 就像之前一樣 要按一下它 就掉了這個 看看是什麼 是火腿 接著我們的配料1就是要用火腿 抽完配料1之後 就要抽配料2 配料2有什麼呢? 就是有芝士、菠蘿、菜等等 都是那些 接著就... 算了 放棄它 收起來 就抽第2個 前面那個 一半的慣例 前面那個 接著 是菜 第二就是菜 這個餐飯好像吃齋一樣 之後我們就要抽這個醬汁 醬汁呢 有普通 又不普通 普通的那些就是 豉油、咖喱 這樣 不普通的就是 沙律醬和橙汁都依然存在 剛才呢 就有人說 如果我抽到 橙汁或者沙律醬的話 就一賠一百 如果我抽不到的話 就有人給我一百塊 到時候我請大家吃東西 好 我現在把籤 放進去 為表公平 要搖一下它 然後 抽出 哈哈 哈哈 蠔油 Yeah 蠔油 剛才我們就抽了這個 火腿 小菜 蠔油 如果大家想知道 我怎樣用這四樣材料 將它們一鍋熟的話 就留意下一集的 雜女廚房 拜拜 雜女廚房 你 要得到